以色列时报网站10月26日援引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 以色列已通知卡塔尔斡旋人员 为使相当数量的人质从加沙获释 以色列准备给出一些东西 报道引述了未透露姓名的政界消息人士的说法 但未明确指出以色列愿意提供哪些东西 一方据称已经拒绝了要求允许燃料进入加沙的提议 因为担心燃料会被哈马斯使用 报道说以色列曾坚称必须无条件释放人质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在过去一周付出了什么代价 以换取四名人质获释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 以色列向卡塔尔斡旋人员提出了谈判的红线 有报道称哈马斯寻求让燃料进入加沙 以及以色列监狱释放囚犯和停火 对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透露消息的人士猜测 谈判将很快取得重大进展 另据法新社10月26日报道 哈马斯的军事分支当日估计 近50名在加沙地带被扣为人质的以色列人 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 而人质们的家人表示 他们已经失去耐心 哈马斯在社交平台电报上发布消息称 卡桑旅估计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轰炸和屠杀 在加沙地带被杀害的犹太复国主义人质人数 已接近50人 这一说法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哈马斯用犹太复国主义者来指代以色列人 该组织曾在10月16日指出有22名人质遇害 据报道 被扣在加沙地带的人质们的家人在特拉维夫说 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要求政府当晚接见他们 据以色列军方称 已与224个家庭取得联系 告知这些人 他们的亲人被扣为人质 罗米格嫩的母亲 梅拉夫·兰谢姆格嫩说 我们要求战士内阁 今晚与我们对话 告诉我们他今天打算如何把他们带回来 我们在加紧斗争 我们不再等待被领导 我们要领导斗争 报道称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26日 略微增加了已确认的人质人数 从之前的222人增至224人 我们要领导